已經有透過關通室的Curve 當時是草創 沒錯 那時候我們也有別的場合 那時候也有稍微聊過 那這次主要我想來拜訪政委 其實是整個產業也算推了一段時間 可是我自己 三年多 對 可是產業其實還有很多問題 那包括我們到現在 其實並不算有主管機關 然後還有相關的法令 包括像整個數位金融也好 或者是整個數位經濟產業 其實中間還有一塊很重要的 就是資料 資料權這件事情 其實目前是也沒有被開放出來 什麼呢?是有辦法 有的BBI嗎? 沒有 這就是我們要提 您最了解技術 所以我剛才跟你提這件事情 倒是蠻好的 你知道其實全世界 特別像歐盟 歐盟在推金融科技 然後不管是歐盟澳洲 然後甚至連新加坡 其實中間推金融科技當中 有兩個重要的法令 一個是沙盒 我們也把它雖然勉強通過 雖然台灣版的沙盒 只有跟傳統金融的法規有關的 才能夠去進行測試 或去申請 因為我們是充滿法系 這個其實是法系的限制 這我就不清楚 但是不管這件事情 這個總是有進展 還有另外一塊很重要的 其實就是開放銀行法 開放銀行資料法 那這個資料是指消費者的資料 可是目前我們沒有辦法立法 國發會現在有個MyData 所以就是說 你存在公務機關的各種資料 你都可以透過身份認證的方式 它現在已經有一個暫時的平台 你可以全部關於你的都下載 所以如果是公股航庫的話 好 那我講完一下 然後你稍微有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也大概都有去search 第一個MyData的部分 目前還不開放給其他 消費者只能自己去要自己拿下來 他不能轉移給他要轉移的單位 所以這邊有用NDI安全金 健康存折可以嗎? 目前我知道的是 可能健康存折有 可是其他的目前還在做了一個 包括金融的資料 還有一些什麼水電瓦斯 什麼那些的資料 目前居然實驗的單位 只有傳統金融業 它排除其他的產業 那我們事實上是後來 本來有人跟我講了 以後我就去問 對也很不幸的事情 是其實目前也不能 其實健康存折 確實現在SDK運用的很多 也都是醫療院所 就是醫療院所之間 或者是醫療院所 跟一個已經取得許可的保險業之間 這個是大宗 可是其實應該開放出來嘛 因為將來也會有所謂的 序位的 不管是保險科技業者 我同意 但是而且你看SDK的那個條文 它其實並沒有限制它的准入資格 實務上面只是它核准的 好像碰巧都是 就是資安等級 差不多跟它相當的 它就很願意核准 但是自動安全法等級 比它弱的 它不一定願意核准 因為從它的角度來看 是RAWDATA出去了 RAWDATA尤其有各自的出去了 你的自動安全等級 如果比我低 但是你洩漏了 還是我要負責 所以這時候 現在比較不會願意出去 這一點跟您問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推 因為您提 就是說你看我們 整頁推的那三年 我們每一年其實都有一些進展 那每一年對於法令政策 大概都有一些拉筆 我知道 那這一年是我們 2018的時候 我們事實上就是 帶這個觀念給台灣 現在是很棒 對 然後我們是請了澳洲 我們在DATA的方向完全一致 沒錯 但是困難重複 我要告訴你 這是我們當時是請澳洲的 這個金融科技的這個 這個諮詢委員會主持 國家諮詢委員會主持來台灣 那它其實也就是整個 這個澳洲的消費者資料權的撰卸人 所以 那我們在這件事情 其實你就知道說 別的國家都是立法讓自己的事情推行 可是我們到現在為止 我們台灣目前在推所謂的開放銀行 其實 消費者資料權 澳洲就是把消費者資料權 就是個資法的改版 就是GDPR combined with Open Banking Data 它用一步法來做 因為我們的個資法裡面 本來你就不可以合約拋棄掉 它請求副本操入 越來刪除更新的權利 對 但是我們沒有可惜權 也就是說把資料交給我們 副本是可惜了 沒有 它的format就變成是一個實體操入的 它可以不給你電子format 而且它目前也都沒有API 但是我覺得這裡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每個行業有它自己的API 這個適合寫在法裡 當然是不適合的 這個很可能是 就是它在操作規範這個層級 不是在法 法判的東西要做的 只是說它去要求 本來它用紙本印給你 都算是抄圖完畢 那它必須要說這樣不對 這樣不行 你如果不是用開放的 機器可讀的格式 你的副本權不算完整 就是說你在法的level 大概只能講到這樣 你要說特定的資料 它要有哪個format 因為這個format 就是日行原因 你寫在法裡面 大概是我不同當 我倒覺得不是不完全是這個點 但也有一部分是您提的點 就是說顯然當我們要推動 這種開放資料的時候 它就陷入了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說 這是不是一個基本權利 當消費者願意執行說 我要把這個資料移走了 就像你剛才講的 客資副本本來就是基本權 然後那這個事情 它擁有我資料的單位 可不可以拒絕 它事實上現在就是用紙本給你 沒有現在就是拒絕了 不過它15天之內如果拒絕 你可以訴願 不不不 我覺得是最近有太多的點 特別在金融的部分 通通幾乎都是全面拒絕的 我也不客氣 就是它不可以契約為拋棄 所以它像是違法啦 已經會在客資法 可是沒有客資法的主管機關了 這就是另外一個點 所以它就要告到金融會 因為金融會才是 金融機構的客資法主管機關 因為現有的結構 它為什麼要開放給大家 所以它可以說很久 對 或者說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只開放給金融機構使用 所以金融機構跟我們這樣 你去找一下大銀行我就可以 或者是說 對還不只是這樣 最妙的事情是像比方說 JCIC當中好了 JCIC當中之前 也就是因為他們運用了買Data 用JCIC去拿到了一些 比方說像水利瓦斯的這些 或者說稅 繳稅的資料 所以現在銀行可以去要這些資料 那個人呢 我們個人去跟JCIC直接申請說 我也要這些資料 他拒絕他拒絕他 我們這項服務只能提供給金融機構 就是技術上不可行這樣 顯然不是技術上不可行嗎 這是一個政策上不可行吧 那如果我們自己去來組個 什麼信用合作社 儲蓄合作社去到 這就是我要講的點囉 目前也沒有被開放 尤其是買Data當中的這些 他目前的測試範圍 他都只給公務機構 或者是銀行 那這就是大家現在覺得很交流 那信合社算銀行嗎 信合社算銀行嗎 信合社算銀行嗎 目前他也屬於金管會的關係 但除戶社就不算了 對 比方說 像我們有那種什麼互助會 對啊 除戶社就是一種互助會 就不行 像金融科技業者 不好意思 不得請而入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就是集中的來想 像除戶社的這種狀態 因為除戶社他雖然沒有別的金融業務 他沒有投資別的公司 但他是貸款放款 他也在做相當於金融機構做的事情 那而且他是一群人集結起來 等於是說 這些人會覺得說 關於除戶社這件事情 本來除戶社他不是為了營利 也不是為了服役啦 他是為了服務啦 那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他本來就要對他的社員有交代義務 因為社員一人一票嘛 去選理事主席 所以這個是可行的 那現在是說 我現在的銀行有什麼 有的沒有東西 我在我的銀行 我現在想要跟除戶社做生意了 我現在希望把我在銀行的生意 全部都拿到除戶社來 那這一個動線 我覺得是比你 個別的個人 去要 要來的容易 因為他有蠻多蠻大的除戶社 一步法子來解決這件事情嘛 所以就是說 所有的銀行你不得拒絕 當人家來跟你要的時候 當然你不是只要你吐東西 會有法徵嗎 有其實他是有朋友的 對對對 然後所以他有行政的執行的權利 然後同時他是雙向往來 當你丟出去給別人 有一天你也會要別人的東西啊 那這是equal treat 但是這整件事情 其實是在呼應整個歐盟在推的 叫做數位化 所以這個 我有一份是之前 我在那個 這應該是 《會計師》 《會計師》雜誌 《會計師》雜誌上分享的 這可以給你參考 就是我要給你看這個網站 我為什麼把它特別拉出來 這就是他們的 歐盟的 Open Banking Organization 他們是這是一個 直接用正義去做的東西 可是你不要講他的精神 他的精神叫做 Beating a Digital Group Together 也就是說其實 整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到現在才不搞不清楚 其實數位金融科技的目的 是在促進數位經濟的發展 它等於數位歐盟代理市場 沒錯 沒錯 那可是我們 你們要加入歐盟 我為了你 那我們除此加入歐盟 不是外 我們自己要 Building a Digital Taiwan Together 好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見鬼了 其實怎麼也不客氣的講說 我們開放 這叫歐盟還不錯 但也很好 但我們又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是齁 因為人家那麼開放 那麼進駐 我們台灣現在是把我們都 已經放成小小的 真的 那我們怎麼 我們跟布魯塞爾視訊有時差 現在想起來有點困 好 靜靜一點 哈哈哈哈 這到底是問題啦 如果說是Digital的服務 supposedly 就應該是24小時嗎 對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 我比較認真地來講 我們雖然不是加入歐盟 但是我們正在 市處去得國家的 氏族性認定 那如果要國家實質性認定 你剛剛講的 個資專責機關 以及可惜權 本來就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沒錯 那也要把這個 剛才我講的 Open Banking 這件事情納入了 當然有可惜權 有個資專責機關 那個個資專責機關 就可以獨立的做出 怎麼樣的情況下 銀行是違反了可惜權 等的這個裁定 那現在問題是說 因為每個行業的主管機關 自己裁定 那就會按照你所說的 比較認識的人 比較不太想下手 那最重要的歐盟要求的 就是他的這個獨立機關 他的人事跟預算 都是separating standard 跟那個部會無關 沒錯 他就是院長任命 有點像我們運安會 這類的東西 那運安會當然不是交通部 來給他預算 如果交通部給他預算 運安會什麼都不用說了 哈哈哈 但是運安會良好的執行 也是讓交通部能夠放心 因為交通部真的說 我們在某個事件之後學會了 運安會來蓋章 說了他們好了 大家相信 那如果運安會來發現說還沒改 那交通部也知道說 這不是人民盲目的抗議 盲目的拉閉 是運安會的專家告訴我們 應該要怎麼改 所以類似運安會這樣的東西 當然是不可過去的 這也是我覺得 我們產業很希望發生的 因為我們推這件事情 看也推了三年了 那其實進展不算很大 你覺得為什麼 專者機關這件事 不是 就是像原來 其實今晚會有聽到這些點 可是目前他採取的方式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法的依據嘛 所以我就只能夠自願加入 哪些銀行自願加入就好 那你自願加入一定對自己有利啊 當人家 你要丟出去給有利於他方的時候 那你為什麼要給 但是我們把各自法改成 跟GDPR就是一致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覺得就很好啊 就給了他一個依據嘛 我不是還沒有提出這一番 對 我懂 如果實際上就非常好 那這件事情我們就很希望快速發生 好啊 我們就下個會議來弄 太好了 好 這是第一個點 也是要說服全部四個政黨 說真的 就是有人要BANGER的話 不是每件事情都被安理社會處理 等於像這次的就不行了 所以真的是要大家真的同意 那這個我覺得大家要一起幫忙 就是 對我們產業就會很支持 我們跟GDPR那邊取得十足性之後 其實是國家承擔了這個獨立機關的成本 幫產業個別的省掉了 個別取得認證的成本 所以可以是說 這個是一個預算的良好運用 因為我們幫所有人省錢 而且它可以訂出一些 甚至可以跟國際界階的API的規格 其實到現在為止 因為這個獨立機關才有權責去訂 沒錯 因為它才有專業嘛 因為其他你說人家今晚會是在街裡的專業 你怎麼可能對技術 這種所謂的GTA 歐盟現在我們上一個國區的東西 他們現在是在評估 可能因為疫情還沒回來 他們一回來 我就打算就是Lobby所有的立法委員 趕快把我們這個版本的 請你一定要Make sure 就是這個新的版本 是納入剛才我們講的 科技權 因為我的確有聽說前面是我們 科技權的獨立機關 對 然後同時也一定要包含像我們這些 進入科技產業 不能把我們排除做另案處理 你懂我的意思 對 因為It's not making sense 不過其實本來 各自法院就能把你例外處理 這個狀況是完全就是 是因為獨立機關 分散世界的獨立機關 而造成的一個實質情況 你如果只看法律條文 完全沒有對那麼大小言 我聽懂 很好 很好 因為跟唐中文在很快 然後我們今天談完 大概第一個問題 是一個我覺得 我們眼前的事 第二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要回來講一下 就是說 金融科技 目前其實我們就是沒有 沒有獨立機關的事情 坦白講一個創新產業 你一定會遇到 何況我們碰觸的一些事情 它難免都會有一些舊的做法 甚至我們原始的金融業 傳統金融業 它仍然它的法規是有刑法入罪的 對 那這件事情 我們就算處理了這個 剛才講的沙盒這件 沙盒講的 沙盒這件 它也還只有一小部分 對 那還有太多根本沒有納入 現有法令的東西 那這件事情 不需要有人一起來協助嗎 接下來我就很想要推 就是 就是訂閱式的有股權 但是不一定有投票權 或者有投票權 但不一定有股權 的那種募資方法 那這個確實是 目前在非常灰色的地帶 就是除了 它完全等同於證券的那一部分 當然已經有方案了 之外 你只要跟證券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那你跟股權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突然間你就落入一個 就無法客管的地帶 對 沒有錯 就像我們 目前金融科技產業當中最大中 在台灣也算發展還不錯的 像屁股地借貸 那好不容易就說今晚會點頭也沒問題 覺得說 因為你是屬於借貸 沒有把這件事不管 但它中間還是有一些 如果你要長大 你還是要解決的問題 比方我們就隨便講 所有的金融科技都會碰到說 假設我們會有 收客人的時候 就會有金流的 金錢的往來的這件事情 那你現在我們現在所有的都要說經過銀行 可是銀行到底扮演什麼價值 對我知道 可是它到底有什麼價值點 那你可以專屬這個目的代收付 如果以澳洲的做法來看 就是這些機構你再去拿一個特有項目的指導 假設你經營的這件事不需要特許 你如果經營的這件事需要特許 理所當然 因為這個支付就頓逃 我想其實我們推這個產業的促進發展 形成我們這樣子促進會的目的 就不是我們就是希望 不是說我亂過愛爾蘭 我就可以往路上賣酒 如果要賣的話 所有小農要一起賣 對就是 所以我們目的就是希望正規化這個產業 我們希望產業要做大 所以當然你必須要能夠拉到 跟國際的視野跟角色 和做法來解決 現在這段話很好玩 剛好如同你講 就是說啊 因為剛好你這樣子就繞過的話 你可以做 可是你千萬不要碰過來 可是這樣做很不方便啊 那你可不可以來談一個方法 來解決讓它更有效率更快 不好意思 要繞過的話 就沒有人來談這件事情 這個是我覺得現有的 傳統上 比方說中期初或者是 他們家合也是在 一般性上合在他們家 或者是商業司 在服務型的創新部分 大配就經濟部這兩個單位 我懂啊 其實我們也都去談過 現在就尷尬了 因為我也誠實的說 直接講 對 你弄錄影了 可是錄影是因為要大家來提供想法 好啦 其實廣益啊 其實你講到個資就好了 我剛剛都沒有講到個資 我講得尷尬的是現有的 我講一點個資 我一方卻沒有抽到 好好好 好 回來講就是說 我知道大家都有心想幫忙 可是目前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我的組織裡頭 因為誰以前會台灣的 就像如同你講台灣的成文法 一定是已經有了這種 既有流行規則的時候 才會寫出這個組織說 這個項目歸我 妙的是我們做新的科技 這種新創產業 或者是其他的數位新創產業 就會落入一件怪事 這沒有啊以前沒有寫過這一塊 應該不是我 好啦 現在就變成我坦白跟正維講說 我們該碰的待會全碰過 大家其實對我們也都很好 那包括 中間處應該是很好才對 沒有欸中間處也沒有 是嗎 他沒有幫你去 沒有啊 他說應該也不是他們 然後出來還提到工業局 工業局都出來了 工業局就比較大 工業局都出來 不應該限縮解釋成工業 應該擴大解釋成產業局 那這個他們要組改啊 好啦 所以這件事情尷尬啊 那我其實也就是說 剛好我們的這件事情 國際工程也是工程 對 金融工程也是工程 是 但整件事情就是說 今天我們科技本來就是 出動整個台灣的數位 經濟的發展 那剛好我想也知道 整個總統在就職眼說的時候 提到數位專制機關 是是是數位發展部會之類的 數位專制機關 我覺得這件事情太重要了 可是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吶喊 很多人到現在為止 包括我到現在也還搞不清楚 我們的像什麼 我們的5加2啦 什麼數位什麼這個計畫 數位國家的計畫 到底還不談金融科技 你弄什麼意思 就是說 重點是說 因為資料科技是兩個東西的交集 是兩個東西的交集 那以數位專制機關看起來 其實我們是對內 好比像你剛剛講的 各個部會之間 對他們所業管 要一個一致性的API 這個絕對是數位專制機關的工作 事實上我們最近 也一直在協調這類東西 其實你看我們最近做了一些 大的系統 口罩系統 三倍券等等 他如果沒有後面的 跨幅API賺錢 那是絕對做不起來的 那也非常感謝 就是 好比像說ATM 對那三個廠商 那三個廠商也是 我們就是這樣直接談API 那才能變成是說 你在電池那邊註冊 花了三千 你竟然可以到不相干的ATM 停兩千回來 那這個中間關於各資要怎麼樣子 剛好是Prove of Concept 或今天這個OpenJetal OpenRBI的資料 就是說我的這個交易 我怎麼證明說 我是有雜錯的 我是加過鹽的 這個加的鹽 這次用完之後就丟掉 我事實上用了各種各樣的方式 包含 保護了這個資料 包含這個多方的MPC 就是Moto-Body Computation 那可能未來還有用什麼 ZKRP Fully Homomorphic 這些都可以用 那這些用下去就好像我們採取了正規的建材 那這個孔門才能夠搭得進來 那但是這個建材本身 如果不是有一個獨立的個子專捨機關 來說這個建材是沒有輻射的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說的不算 對 那所以這個現在我們的困難就是這樣 就是說 我實質上是已經在做 你剛剛講的這種 就是支付的 或者是提令的 或者連卡中心或什麼 他們要直接協調給你的API 一起把三倍券做出來 我實質上已經在做這個 但是我在做這個 目前還是根據 好比像說的像衛福部 為什麼你可以用健保快遺通 來登入那個三倍券的網站呢 他就說 因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按照這個 防疫紓困振興條例 特別條例第幾條 授權我們做這件事 也就是說為什麼我現在可以做這些 都是在這個防疫的這個大帽子上 但是防疫有一天會過去 Exactly 就是這就是我在提的 就是我是不是看到 不管澳洲 像我剛剛給你的那些 我也可以再給你更多的資料 包括英國 其實他們對於金融科技 和數位經濟 他們把它連在一起 就是一 第二個 他們有非常完整的策略 和拉到幾乎都是行政院長以上 甚至是總理辦公室 直接的 holistic的策略 這件事情是我必須說 我們也講了三年了 很累耶 你知道嗎 但是我要強調的還是金融有金融的主管機關 科技有科技的主管機關 但是這個中間的這道拱門 這個接的方法 目前沒有 那當然因為純蘭兵 這個防治法 以及這個什麼紓困什麼正式 特別條例 確實我們因為有重大公益目的 所以現在就是很多拱門嘛 口罩1234都蓋起來了 但是你剛剛講的這種 不管是就是 KYC 或者是P2P的這個信貸 或什麼東西 我們很難證明他們房地有任何關係 所以就會變成我現在碰不到這裡 對 那但是未來就是看那個組織法 那我也要講說 像科技部現在是這個樣子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為 到了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把它改成現在這個版本 這並不是當時行政院提出來的版本 同樣的道理 我們這個數位的專責機關 我們不管是它是委員會 但是具有執行的能力 或者是不但是具有協調的能力 不管我們採哪個版本 到底反應一定會被改 就是就是說這裡你們要LOVE的人 主要還是委員會 這個沒有問題 我想民間做民間的事 我們確保的就是說 這個數位的專責機關 它不會去破壞什麼呢 不會去破壞各自專責機關的獨立性 不會去破壞 好比像說NCC 現在說內容審議的獨立性 這些獨立的機關 我們不但不能破壞它 還要加強 不然的話就會變成完全人質了 就是誰來當這個助衛生機關的首長 那它可以破壞掉獨立性 那我們希望這個新的機制升級 就是說不管誰來當這個首長 它可以經歷地去促成數位的發展 但是所有需要制衡踩煞車的地方 那些獨立機關是夠的 沒有錯我理解 結果我覺得其實因為我們 我們也花了真的還蠻長的時間 在推動這整個台灣的走向數位化 然後當然我們主要是以金融科技的角色 來引領台灣往這個方向滾動 那只是說我也必須誠實地說 因為我們過往在過去幾年當中 其實蒐集了非常多國家 因為我們協會其實跟幾乎國際 非常多的國家的金融科技協會也都有聯盟 那我自己也親自到了非常多的國家 去一線的了解他們國家的金融科技的政策 然後也包括數位經濟發展的政策 所以我必須誠實地說 我們會覺得以民間的立場來講 民間其實真的還蠻努力的 可是我們會覺得說這個好像還沒有引起今天 我也還蠻感謝這次疫情 所以不能這樣講 但是意思是說 大家其實突然有一個很高度的注意力 你發現說這個所謂remote的這種數位經濟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可能有一天就不想要碰到人 你不想要這個 那你怎麼退 台灣推遠區意料最大的阻力就是高鐵貪寬 就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交通比較方便的地方 遠區就比較推不起來 但是現在當然就是我們見面三分親 戴口罩又回到一分親 所以大家突然發現你在視訊還看得比較容易 那所以我覺得因為疫情 真的大家開始對線上的東西的信任度比以前高 那但是這個呢 在這邊並不是noir 並不是社會常規 這是目前暫時的 那真的疫情過的時候 這個會真的變新常態 還是大家說沒有啦 口罩脫下來 這個大家都去拿資本三倍全 沒有 如果你要跟我分享一下 我會覺得這完全就是政府出了多少力的問題 也包括剛才我們提的前面一個題目就是個資的問題 到底我們對個資保護是不是真的很讓消滅民眾覺得很理由 因為沒有這個機關 有沒有冤案會出來說 這個普悠瑪或者哪一家飛機率性核是怎麼回事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如果把它解決了 我們其實就可以更快地去賣進 趕快下個飛機來解決 那同時 但是我要回來講這個題目也就是說 所以數位發展機關其實是一個高度 如果從我們體驗來看 以及我們看國家與國家的比較來看 這是有高度的疾迫性的 我同意啊 那這件事 那底下個飛機就來到 這也是我們很期待啦 因為否則我們會一直不停的碰到 就是如果讓我們自己 為什麼我們要成立這個協會 然後我們協會的成員 大家都又出錢出力自己來這個 是因為我們發現如果各自去推動 沒有什麼用處嘛 對我們必須團結起來 那我們也還好我們有能力去Gather 今天國際的做法 然後來提供一些參考 可是這個東西必須要落實到剛才我們講 在行政的這些對應的窗口上 我們要有一個我們的核心的主管計劃 它會幫助我們解決問題 也會幫助我們去規範這些 也不要讓我們今天做太過火吧 產生一些危險的這些事情 旁邊老師這個是獨立機關幫你採算 都是 我覺得這個機關就是專門推動 是 你講的也很好 對然後就兩邊來去制衡 at the same time 就是說至少有一個明白的這個單位 也是一樣一個獨立的主管機關 它可以幫我們 promote 去推動這件事情 對我再就像你講 當我們之前還沒有全國一起來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對於今天網路購餐網路做什麼 甚至做一些奇怪的 我們會覺得很害怕 覺得說有一些不安心不確定 這我完全同意 對 但我還是講一下 它不像金融科技是金融家科技 這兩個各有各主管機關 所以當你在喬接這兩個服務的時候 這兩個服務如果本來這兩個機關說他們是特許過什麼 那不因為數位而依託 但是數位確實是好像兩個數處中間的衡量 那這個衡量的部分 當然這個新的數位機關 絕對自己的方待 我再提一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國際其實對於金融科技 是一個把它列為新產業 所以你去找 對 你看Wiki的Definition 它就是這個 對 原因是因為我們並不是像傳統金融 我們是去吸收大眾的資金 因為我跟Vitaly Crotterman在一起創業 我們在做DeFi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我當作一個創業者 但是你知道我平常遇到其他的官員 我需要花一點時間解釋 因為我為什麼提這一點 是因為你剛才有跟我提到 就是說我們有原來的金融的主管機關 以及科技的這個部分 可是我要講的點就是在於說 其實現在出現了一個新種的產業 你不能把我看著它 我也不是它 我同意啊 對 你是把這兩個組合運用 對 那我們也需要一個理解 這樣概念的主管機關 才有機會能夠幫我們做 最好的一個推動 所以說的這個情況一樣 我們接下來送去立法院的時候 這個我們一定會支持 麻煩你看說 四個黨團首先我們很願意解釋 但是請盡量不要把它改成說 好像說它的協調權喪失了 或者是說它變成只能踩殺車 被一個監管者的那個版本 因為那樣子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處理 沒有錯 我想這個絕對我們會支持啦 那我們產業雖然不是那麼大 但是至少大家是國際的界階 跟這個都很廣泛 那我們在推動這些東西也是有決心 所以剛才講這幾項 也的確是我們近期很希望趕快發生 那可能也需要正為協助 當然當然 就是說這是一個空間 就是說是有很多新的可能性的地方 那確實傳統上一個事物的專捨機關 它不是在管一個空間 而是空間裡面某個事物的樣態 你看起來像就變它的 看起來不像 那它還是覺得你可能有天會像 對 所以為什麼像海洋委員會那麼重要 就是說關於海洋事物 等於它管很寬嘛 有海邊就是管 所以不管海洋的就是哪一寸 不管你是海巡的那一寸 國土計劃法 各個這個就是目的世界主管計劃 或先是政府的那一寸 或者是再遠一點的遠洋 或什麼東西 反正你就知道走海委會就對了 然後海委會在裡面怎麼分 它怎麼去跟別的部會 像那次部會在公園協調 那說真的是海委會的事情 對 那所以當然海洋有海洋嘛 那這個台灣也有大陸嘛 沒有 對 除了海委會 路也會出來 那當然我的想法 數位空間也是一個空間 沒錯 對 那所以我是覺得說 我對數位專制境外想法 其實就是總統在那個演講的時候說的 就是空間裡面 本來有不同樣態的事情 什麼通訊啊 傳播啊 安全啊 什麼之類之類的 那但是只要跟這個空間有關的 那這個專制機關就是負責 那在這個負責裡面 不包含什麼呢 不包含去說 你不准做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很重要的 沒錯 我們是可以說你怎麼做什麼 對 對 好 最後一個就是再提一下我們去年的論壇 然後也把這個計時出來的 那當然也很謝謝蔡總統那時候幫我們發電支持一下 然後這個的內容就是說我們那時候做了叫做我們和KB也去合作一起探討了這個金融科技一般的問題 然後100個關鍵的問題 那预備大概就是月底對不對 要要要要封告出來 對那所以這100個問題 坦白講我們只是做起個頭 好然後問題不見的是我們民間單位人籍了 當然了 對對對 請了大概就是要跨 這個場景我很熟悉 因為我剛進這個白龍室的時候 當時還是參與營政委員 我是他的等於健行顧問 那當時他在做虛擬世界法會導試的時候也是一樣 對那等到後來像那個美營政委接觸了之後 那其實也是把歐商會美商會等等 其實不是就是心裡如意 也就是真的把它轉化成真的可以來刺激我們公務員 來用創新的方法想事情 所以他那時候的KPI是複值嘛 就是說你每個禮拜可以解除掉多少過時的法規命令 對那就是複幾個法規命令 然後算做KPI 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個做法 真的是 對那我覺得就是像公民心老師 本來也是在規劃壓縮聯繫系列的主要的朋友 對那所以我覺得 我想我們的價值跟各位一定是一致的 對那現在只是說因為我們畢竟還是會離開長清文法系 所以很多東西沒有法律依據的時候是沒有辦法做 那也很希望說在下一個會期 我們最需要的不管是各自法裡面各自轉責機關 那或者是科系權 然後又或者是說數位的轉責機關 那這些我想我們就是要 可能要一個批次了 沒有辦法說慢慢過一個等一年過一個再等兩年這樣 對 對那這一百問題出來之後 我們也可能會也給證我一份 那當然就說目的也是希望逐步的來解決 但是我現在沒有這個資格回答你 沒問題 這個就沒關係 除非你跟防疫有關 我剛剛看一下都沒有 哈哈哈哈 不過跟防疫有關的人也跟這個有關的 其實是大家一直不斷的講的 其實就是數位的Authentication認證 數位身份證也好 我認證 我目前當然在公務使用上面已經用健保卡 做了非常多事情 可是這就是部分很多地方它並不使用 就很多其他的機構 那只有公務可以用嗎 對 對就可惜了 對那其實還是要訂出一個規則 對我自己會覺得 像我前陣營才跟瑞典辦事處理 他們也接觸 其實一直都有互動 那他們就一直很驕傲 隨便那個大家都要把口袋撈出來 每一個你遇到人都要把口袋拿出來 說你看我連一毛錢都沒有 哈哈哈哈 過一三年沒帶現金的 對那這個東西其實絕對是政府政策 就絕對不可能控制 如果我們說電力少年不准設計款機 我們馬上就 進伏率就不只要百分之九十幾了 但我們當然不可能走那種事 哈哈哈哈 那倒是其次 我個人覺得是 當你強化你的Authentication Dementology的時候 第一個你的Authentication 你有Singleize 一個大加多年認證 可是T-FIDO我有用 我覺得還OK 是啊 FIDO是OK啊 對 但我講的是指台灣 在台灣目前來講 你有一個T-FIDO 就是T-FIDO 就是它就是內證部 你講的就是那個自然人憑證 就是它當然它的Enabler 還是自然人憑證 但是你做完台灣行動身份識別之後 那你就把你的裝置裡面的生物特徵 讓你要安全性變 然後用FIDO去走 對可是你現在有自然人憑證的人口 當然最近因為疫情變多了 之前只有兩百萬 對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哈哈哈 你希望我們廣發自然憑證就是了 那我認為 maybe 我當然有一點點 我們是民間吧 我們都會認為說 那你為什麼不做全部Singleize 就是統一化 Unify你的Standard 你的數位的 你要用什麼方式做Authentication 這是沒辦法 因為在台灣你刷健康卡是進入社會主義邏輯 刷金融卡是進入資本主義邏輯 這兩個邏輯事實上 Fundamentally 不一樣 甚至少還有兩張 可是你知道瑞典不是這樣做 瑞典後來全部用了Bank ID Bank ID是金融機構 本來委外做的Authentication methodology 後來連政府全面都用這個 我很誠實的講 你要把這個替代的健保卡 在台灣的政治環境是不可能的 我同意 所以我沒有一定要用這個方法 但我講的是指說 maybe有別的Authentication for example 我知道大家不是現在在做數位生存症 maybe數位生存症 把他後段在Internet 或Mobile-based 數位生存症本來就是為了接T-Fidal存在的 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當你去全面的說我們推動這件事情 但是不能push說健保要來用 這個是我們之前爭議最大的改變 這個我理解 但是 我懂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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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社會裡頭的基礎 我們其實就可以 你現在最尷尬的是我們用金融的東西 我們每一個銀行要一個網 一個方法 我Sending 一個Username 一個Password 然後你用到證券 你還要用證券的評證 其實我自己比較受不了的 是用手機鏡頭拍整身份證證 反面的影響 這個如果有設置專責機關 他一定出來跳出來 我完全透明 你也不講 It's so ridiculous It's very ridiculous 對 就是你用你的 我跟你講 我已經很久都不敢 那麼用力的 那麼開放的講 你用那麼好的鏡頭 拍身份證證的反面影本 那就是說偽造的人 已經取得全部的資訊 現在肉眼根本沒有辦法辨識 如果你用身份證 用手機的相機拍 因為解析度已經比需要的好太多了 你只要超過600dpi 根本沒有人能夠辨識的 對 那這簡直是 就是我進大樓 如果有人還要我患證 然後我身份證留在那邊死個小時 說他愛做什麼做什麼了 就是他怎麼都做完了 對對對 這就是我們在100個問題當中 其中一個 幾乎被所有的金融業者 跟金融科技業者 大家都Name的下 大家都受不了 今天我們的Authentication方式 用這麼傳統的 舊的模式 然後每一個人要自己有自己的 還要儲存自己的公藥 私藥 然後把人家的Password 都留在我們自己家裡 你們可以接T-FIDO 現在只是用的人比較少而已 自然品質的方法還很不足而已 但我個人認為 你要去再去身體自然品質就是一個trouble 你既然如果大家都要發數位身份證 你就結束這件事情 沒有啦 你可以來申請我們發你兩張 對 可是這都是trouble 你懂我的意思 這就是trouble嗎 因為你只要要一次的這種所謂的 face to face的contact 它都是對消費者量 都是要花時間的 不是啦 我是說你到零貴 說我要犯身份證 你願意把自然品質燒進你的身份證當然很好啦 但是像我是絕對我要分開的 那不管你要合一還是我要分開 反正我要分開它就給我兩張卡 你要合一就給你一張卡 那但是是一個transaction 我不需要考第二次 對 但我講的點是指說 其實這個是我們應該要 國家有一個政策 這是我看到的 就是幾乎所有的國家在討論 包括新加坡 因為我們也是參考新加坡的 他們新加坡的這個金融科技 100個問題是由他們政府來推動 來討論的 那當然他們也委託 另外一家就是consulting firm來做 那我們在台灣 我們就跟由我們民間發起 那當然也邀了政府相關所有的單位 他們也都很棒 都一起出席 只是我要提的是說 這個問題是別的國家 他們是明白的列為 就是一個重要的要被解決的題目項目 然後由一個政府去推動說 我要有一個數位的singronized 的authentication methodology 之後大家就會都可以一起有一個依據 那當然你要不斷地去polishing 你的這個authentication methodology 是不是一個能夠經過時間 一些驗證都能夠仍然很刺激 每個人都要換十分針之後 是啊 就是了你講對了 哈哈哈哈 你知道發生一次事件 所有人都要換十分針之後 是是是 但是 你知道我面臨這樣的問題 我也問過其他的 包括瑞典 我覺得他們給我的答案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有趣的 而且也是台灣目前還不見得 一個完全有的概念 他們就說 當然會有啊 有這種 比方說發現過incident啊 詐騙啊 或者是什麼 他說 可是 這樣子才不會阻止我們進步啊 我才可以一直不斷進步 我應該是開心的去面對那個問題 去解決它 可是這樣子我的國家 在數位經濟的發展的時候 我會不斷的往前要進 那是我很同意 所以我才說那個運安會 相當於運安會的是第一步 這樣子你才能面對 不然到底誰來面對 沒錯 我同意 所以很好 今天跟這位談 就是這大概是三個相對 完全同意啊 對 那我們希望越快越好了 下個會期嘛 好啊 我們不是什麼事都可以排在年始會 像這種事情真的要四個黨都同意 嗯 所以你覺得可能的就是 剛才我們講的前兩個問題 都有可能在下個會期 是 OK 然後第三個問題 可能要稍微在 不是你要等它組織成立 是 對 組織成立 預算到位 人都到位 也包含自安的嘛 那說不定是要到 好比像說 後年月一號 才會多到位 是 那等於明年變成一個籌備期 懂 但這個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經過這個籌備期 而就是揍人做什麼事情 如果做雜了 那招牌就跟著雜了 沒錯 對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migration 沒錯 但是我想方向是完全沒有 很好啊 很好 太開心了 我很少跟其他聊天聊得這麼快事 因為我今天也在創業 哈哈哈哈 欸我不曉得你 我要參加以太方的智力 那當然我這算兼職 那所以 首先它是費營禮物 好那你一定要兼職 你可以成為我們的會員嗎 我也沒有收錢 我也沒有收薪水 而且院長要簽准 那這個是比較特別 是因為它算做有點像是 說外交 說外交的一部分 那所以我現在兼職這三個 都是國際組織 那反而是台灣內部的 因為我不是任何 主管機關的宣傳 所以這個很困難 懂我懂我懂我懂 就是偶爾在我們這些活動中 就請你一起 像我在巴塞隆那裡 有參加一個Digital Future Society 那他們就是Mobile World Capital 所以我去MWC的時候 MWC不是取消的嗎 但是我還是去 因為我等於是跟這些 召集的人見面 那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在MWC 就是我們的國家的什麼身份 什麼那些一回事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就是等於是 他們的理事會的理事 所以我屬於哪個國家 也不重要 我是他們的督導單位的理事 那這樣子我們在國際上 空間會變大 我目前來到就有這個方法 非常好 很感謝有你這樣子 你自己的 斜槓 斜槓成為 不會不會 我們也很斜槓 但是用不同的角度來 讓社會改變 好啊 那就一起加油 對 好啊 你拜託您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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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